大家好 我是Ager 今天溫哥華地震頭條帶大家來北本納比的Brandwood區 剛好有一個全新的project入伙 它是一個建築 裡面有TOW 1和TOW 2 它的名字叫做Etoile 裡面的手工都做得非常好 還有一個室外很大的露台 這個區的環境也是非常漂亮 外面有很多公園 另外也是非常近地鐵站 好 讓我帶大家去欣賞一下室內環境 一陣子到來的Lobby 就可以看到這個發展商很精心的設計 除了富麗堂皇的裝修 大廈還有禮賓服務 空中花園和室外泳池等設備 這裏就是19樓的單位 就是在Wedtower的位置 它是兩房兩個浴室 這個兩房的單位 有差不多900呎室內面積 它有9呎高的樓底 全屋都鋪有Lamonate的木地板 時尚得來又容易清潔 現在可以看到 這是開放式的廚房 Kitchen Island 爐頭 焗爐 雪櫃 都是用高級的德國品牌 Bosch 它的睡房是向東北面 在這個大廈裡 向東北面的單位不多 因為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山景 而Tower這個大廈 最大的賣點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個L型的露台有380多尺 而且它的方向向西北面 風景是非常容易的 看看這個書房 它是用玻璃來選擇做場 所以會覺得光猛 無論在裡面讀書 或者在家裡工作 都非常合適 來到主人房 它設有這個walk-in closet 兩邊都是掛到衣服 上面的架 還可以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浴室是所有的設備 一言俱全 有這個雙星盤 有鏡面的cabinet 裡面可以放到很多私人的物品 除了浴缸之後 它還有棋缸 有兩種花灑可以讓你選擇 可以用Wing Forest花灑 或者用手渣花灑也可以 接下來我介紹給大家 是一個一房一書房的單位 它是一個2208的單位 剛才介紹過West Tower 而這個單位是在東座East Tower 進到門口 右手邊是洗手間 而牆身地下也是鋪了瓷磚 很容易打理 我也挺喜歡這個單位的廚房 裡面看起來非常光猛 廚櫃採用了淺木色和白色的配搭 看起來非常溫馨 又簡潔 Kitchen Island 夠大 還可以當作飯桌用 真的非常省地方 從客廳走出去 外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露台 有150多呎大 看到南邊的Metrotown 而西北邊還可以看到很多山景 書房都是採用玻璃的托門 所以覺得空間感非常好 不要太焗促 這個單位的特別地方 它的露台延伸到睡房 而睡房一打開門 便可以出到露台 最後要介紹這個單位 是608的單位 它是一房一浴室 它是在六樓的單位 對住屋的人 想選擇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高層的單位 又或者有些朋友位高的話 這個單位便很適合 洗手間的牆身和地下 用白灰色的瓷磚 色調比較淺 它的色調和間隔 都跟之前的單位有些不同 來看這個廚房 它是L型的設計 所以空間感特別之大 選的顏色是用深啡色 而是用白色的廚櫃 所以有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睡房走到露台 向西藍的方向 外面有泳池 又有小朋友玩的遊樂場 向南面看 可以覺得是一望無際 完全沒有遮擋 設有這個中央冷暖氣系統 費用已經包括在管理費內 近門口位置 有一個很深的櫃櫃的地方 可以來擺放雜物 甚至可以在裡面 裝一個Walking Closet 今次介紹了三個單位給大家 比較特別 給大家多些選擇 裡面有兩房 有一房的單位 第一個單位 它是一個兩房 高層 還有一個很好用的書房 很適合一般的家庭人士 而中間的一房 它也有一個很大的書房 裡面是一個很好用的工作間 只論到價錢 第三個樓層比較低 但望外面的花園也很漂亮 價錢也是非常吸引 這個項目 是由Millennium 這個發展公司所打造的 生活或者配套是比較舒適 環境非常優美 而且價錢非常吸引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資料 可以聯絡我 我是Ager 這裡是我的聯絡電話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 Like、Subscribe 和Shar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